鋪位是比較優勝的 買了之後又可以自用 又可以收早投資 你自己選擇的工廈心得是怎樣 看監價錢 最近私人投資了一個工廈 歡迎收看投資面面體資 老闆嫁到系列 天氣這麼熱 當然要喝一杯涼茶降火 現在的涼茶店 不單只是賣涼茶 還有麵包賣 這間有三十多年歷史的涼茶店 一直跟著潮流的轉變 去變成為現代健康概念的飲食企業 到底怎樣做到 馬上跟這位老闆談談 喜歡我們的內容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給個like和share給朋友 讓大家了解更多工廈店相關的資訊 這次我們還有優惠給大家 記住看到最後 今天邀請來的重量級嘉賓 就是洪福堂集團主席 兼執行董事謝寶達先生 跟我們分享他的經營理念 以及投資心得 Hello 謝先生 你好 你好 Yan 正式訪問前 跟謝先生來個快問快答 準備好嗎 準備好 洪福堂有多少間分店呢 187間 有多少間在地鋪 多少間在商場 多少間在地鐵呢 地鋪有十幾間 商場有四十幾間 地鐵站 地鐵站有六十多間 加起來就是過百間 好 之後你本人是否很喜歡喝涼茶呢 快問快答 暫時來到這裡 相信大家都簡單了解了 洪福堂和謝先生本人 如果追溯三十幾年前 原來謝先生是中途出家買涼茶 他用了三日時間學會做龜玲膏 令當時洪福堂老闆黃先生 答應和他合作 謝先生當時已經下定決心 將洪福堂打造成佳絲賀文 憑著他的眼光 加上對包裝進行改革創新 成功進駐第一個商場鋪位 屯門市廣場 之後多年來 分店一間接住一間地開 我其實都看回 那時屯門市廣場 初頭都說不租給涼茶店 所以就說 你很大膽地提出一個 要求三百呎的鋪位 你給兩萬元租金 好像志在必得 為何你會這麼膽量做 以及如何幫你賺到第一桶金 這也有段歷史 因為當時的涼茶部分地區 大部分已經集中在深水埗 旺角 甚至灣仔 油麻地這幾區 我在1986年參與 開始接觸涼茶 開第一間分店在深水埗 發覺生意比較難做 去找一些新的地方 找一些新城市 不需要競爭 於是我就留意到 屯門市當時一片是冷泥地 發現信我正在建一個商場 叫屯門市廣場 選了一個舖位 求發言性租給我 當時他不肯 很大膽就開了兩萬元 結果當然成功 租到 但這間店因為獨市 還有一個大型商場 樓上住宅 還有上面的商場開八百本 當年的八百本 在香港一開就旺 帶動整個商場 那些人流就整個屯門區都去那邊消費 而我的舖位就在入口左邊 所以大洞的生意額也很高 就讓我找到第一桶金 但為何你會夠膽 即是當時的租金 而這個水平如果租這麼小的地方 真是一萬多千都租到 一萬多千 但我自在必得 我開雙倍租金 於是便租到 但其實你開了也很成功 可以開越多分點 你做生意也要計數 量茶是否真的 無論是成本利潤 是否很高 以及你如何計數 比例是如何呢 以前全部的涼茶店 買些藥材回來 自己煲自己賣 成本是非常低的 但我的創意做法就是 是 初幾間我真的這樣做 自己採購自己買貨自己煮 但因為我想發展另一條新路線 企業化管理 於是便建立一個中央廚房 但中央廚房後的成本是高的 一般以為低其實是高的 因為我要做一個全倉 然後中央廚房 主要有運輸隊配送 但與此同時 我便省了租金 這便是秘密 一般涼茶店 前面的舖位 做在後面的廚房 你的面積要大 但我中央廚房後 不需要 我租一些漂亮的舖 小的舖 租金貴一點 我也守得住 而且我不用每間分店聘請師傅 我在那裏折了一些成本 其實這樣做是高的 但我為了配合全線做連鎖的口感 滑一 所有管理滑一 於是便讓我殺出一個新的經營模式 才有今天的成就 但其實有沒有說到 涼茶的成本和利潤是怎樣的呢 外監市以為我們公司的利潤很高 其實不是的 我便不覺得 其他其他行家的成本真的低 可否透露一下比例是怎樣的 人工、租金、水電、裝修等 但我們的成本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要求很高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那利潤呢 有多少成的營食 現在可以做到 六成左右吧 要打造成功的企業 除了要有完善的管理和經營模式之外 謝山還有自己一套獨到的 選鋪位眼光和哲學 你剛才也說到 選鋪位選地點很重要 也知道洪福堂其實分店都遍佈全港 無論是地鋪、商場、大學、醫院等的地方 例如選鋪或商場位 你會怎樣選擇鋪位 尤其是 早期我選鋪 儘量選獨市生意 後期拿到經驗 知道鋪位向西斜 對於我們的行業是沒有那麼好處的 知道自己的行業是民生消費的 快速消費 一定要找一些鋪位 多住宅 最好有寫字樓 或辦公地點 或大型購物區 令人到附近消費 帶動我的鋪位生意 這是重點 但我經歷過 早期我選的鋪位全部是街鋪的 後期發現街鋪的租金越來越貴 是 牽動了我自己去買鋪位 是 我全盛時期買了十多間鋪位 自己用的 後期你沒有可能資金這麼多 不斷去買 都要租鋪 是 但是你有沒有說選擇這些鋪位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你會怎樣才選擇一個漂亮的鋪位 除了你說選擇方向之外 漂亮鋪位當然希望租金相宜 第一 人流密集 然後顧客群要幾樣都有 最好集中有三樣都有 工商民生三樣 那個店鋪是最漂亮的 好像我們香港區北角有一間 是 它是地鐵站出口 民生一定有 人流有 因為那條街旺 但少了工業 但有寫字樓 所以都算是人流旺的地方 都是人流旺 起碼有兩樣 我也嘗試過在工業區 但那條區有度不好處 一假期或是閒日 總之就靜 就少一些 但如果不是 就旺的工業區 有民生加工業 其實你也會說 買店自用 你剛才也說過 你又覺得 買和租的分別是甚麼呢 買就要公司很有實力 要很強的現金樓 還有銀行也要幫到手 是 每個人都想買 但這兩人很重要 租就簡單了 我看對誰 適合自己營運營商的 我就可以租 你租了之後 如果生意不好 你兩三年就可以取消 但如果你自己買店 買錯了 離開 你只會說 做極也沒有生意 你又怎樣 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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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你會偏向買 或租 或者你自己的 整個投資策略是怎樣 因為現在公司已經 這樣的規模 你不可能買這麼多 都是 大部分都是租多 都是選擇租多一點 對 你留一些現金樓 對 如果以紅福堂計 去投資做另一件事 謝山透露 會將部分資金繼續開店 目前也有計劃 將一些紅福堂分店 改造成旗下 另一個走文青路線的 HFTLINE品牌 憑著多年市場觸覺 迎合潮流趨勢 除了將資金投入生意外 謝山也對物業投資 有自己的看法 你剛才也說到 即計數 其實你自己本身 除了做生意外 你有沒有一些投資的心得 或者有沒有其他物業 資產的投資 例如 你剛才也說到 不買店 但是公廈 這些會不會買呢 或者是車位 鋪位 鋪位是優勝一點的 是 即買了之後 又可以自用 又可以收租投資 至於車位 投機多 所以我沒有怎樣投資 自用 車位我會買 工廈呢 如果是這樣 工廈自用也會買 都會買 工廈 你又會怎樣選擇呢 現在工廈有兩種 一種可以優化 一種是純工業 可以優化的 當然變化很大 即是活化那些 可以活化那些 變數很大 好像私人 最近我也投資了一個工廈 他有食堂牌 我便變相做食 你是否專門選擇 可以做食的 是的 我有選擇 可以自用 是 可以收租 也是 有哪些區 或是你自己選擇的 工廈心得又怎樣 看好價錢 最重要是看價錢 最重要 還有那裡有沒有潛質 會否附近重建 或者優化 留意這些 如果是你會選哪些區 例如你這一區 舉例 舉例 例如葵松區 隔壁有一座工廈 隔壁有一座工廈 便快要優化 這座工廈會值錢 因為隔壁 它優化後 它會升 所以帶動這座會升 即是你也會選擇一些 活化工廈區 可以說 之後水位較低 對 目前水位較低 對 你也會選擇這些 到時隔壁那裡活化後 租金一定相對高 那些人選擇性 我也更想在這區發展 例如這座工廈便宜 那些人當然會租這座 是 那你的租金便會提升 你也會自用 現在買了一個自用 之後有沒有說 未來想再多些 怎樣看這個市場 留意 因為目前這個經濟環境 幾個行業都是不穩定 我叫做 是 特別餐飲 如果說到最後 你自己人生的座右銘 或者做生意的座右銘 有沒有座右銘呢 第一 要有誠信 做任何事情 是 第二 有誠 我們叫誠懇 你要接受很多人的意見 或者去面對任何事情 要有誠懇態度 接著 承擔力很重要 順境便很容易做 逆境你的承擔力 要頂得住 所以這三個誠懇 很重要 達哥 就和我們分享了 做人 做事 最重要 誠信 誠懇 和有承擔 做事便可以成功 三個很重要的信念 為了答謝大家 看到最後 今集我們有優惠送給大家 由紅福堂送出網上救密優惠 只要在指定期間買滿200元 並在結帳前輸入下面的優惠碼 就可以即時減20元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救密連結都放在下面 始終今天也要感謝大哥 和我們做這麼多故事的分享 今集我們先聊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讚和追蹤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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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